第二點 移植樹木的目的是什麼 移植樹木的目的是要讓樹活下去 去換一個地方好好的活下去 而不是用這個機械的方法去用掛一手 半夜的去偷偷的把這樹給砍走 砍走之後 就讓我們去用核電 這是成河體統 成河道理 今天在這裡守護光復南路跟松山園場周邊的行道樹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4月20號 台北市政府強行開始移植這裡的老樹 而且沒有依照相關的程序進行斷根的手續 然後就是一字怪手挖一挖就把樹推倒掉 再來 目前他們要移植的所有中校東路 光復南路上面的這些樹木 全都不在台北市政府BOT給遠雄的範圍之內 也就是這些樹 遠雄根本就沒有任何的權力可以去組分他 沒有任何的權力可以去動我們全民的資產 為什麼台北市政府要讓他們這樣子亂搞 那我們現在就在我報的樹上面 現在有一位小姐也是報在樹上 那我們這一次呢 其實我們不管是護術史上 環保史上都是最強烈 最多人 然後用最激烈 最震撼的方式 用肉身擋車 用肉身爆速的方式去阻擋 這是台北市大巨蛋 在都市設計整理過程裡面提出來的報告書 那我現在翻的這一頁是有關紙災的這些移植的工程的一個相關資料 在當時他們已經在都委會上面公開的講 在非開挖地區的樹木是原地保留 在非開挖地區的樹木是原地保留 所以我們從這個圖上面可以看得到 它的開挖地區其實都在圍牆內 跟圍牆外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他們從來沒有公開的評估 要去移植我們現在在保護的這些樹木 這是第一點 所以我們才會要求台北市政府應該要重新檢討這個部分 目前我們看得到的印度紫潭的樹 他們就站在這個位置 這一整排的位置 所以這裡原本在印度紫潭的旁邊 大概50公分左右 就是原本規劃設計要拿來種樹的地方 50公分 為了這50公分 我們要把一整排的牢樹挖光光 這樣合理嗎 所以我們今天為什麼要求路形變更 因為你只要稍微把你的道路的這個位置 車道去做調配 我們現在所有要求保留的樹木 都可以原地保留 那依照以前在中山煙場裡面樹木移植的經驗 這樣的移植方式會造成樹木非常嚴重的這些死亡 那移植存活率會降到非常的低 因此我們在4月20號開始關心這裡的這些樹木的移植工程 那在我們保護這些老樹的過程裡面 有非常多當地的老人家跑來告訴我們 其實這一排樹在東富南路開路的時候就種下去了 所以如果依照年份來說 這一些樹木其實已經達到台北市樹保條例 受保護樹木的一個標準 但是台北市政府從來沒有針對這些老樹進行相關的評估 因此我們在後面的行動的訴求 不只是要求要好好的移植樹 而是我們轉變為 既然這一些都是應該受到保護的老樹 我們希望可以進行這個路形變更 然後把這些樹保留下來 原地保留這些老樹 讓這個光復南路的意象可以一直延續下去 不要因為一個特定的財團的一個大型的開發案 其實破壞了我們台北市的文化歷史的這個 這一個延續下來 那沒受保護樹木呢 依什麼管 依工跟處他們自己本來就要養護啊 那不然你公園裡面不是會貼一個不准攀責花木嗎 那行道樹就因為沒有受保護樹就不用管嘛 那而且它還是公有物啊 那公有物還是有受國有財產法的約束 就它還是一個公有物 那我們一棵樹四五十年 還只能算是一般的樹木就對了 對 就是我們的受保護樹木其實還有點嚴苛 就是樹林要五十歲以上 那現在這個樹應該按照道理 可能就在五十歲的邊緣 那因為當初呢 遠雄的計畫BOT是到這個範圍 沒有包含這個 所以它並沒有去提出這個樹的調查 沒有你沒有調查沒有評估 你怎麼知道它沒有超過五十歲 關乎南路開路以來是四十幾年 那就差不多四十幾歲左右 而且印度紫檀是屬於 因為它在珍貴它生長細密 所以很慢 它不是像龍樹 因為像我們樹的直徑八十公分以上受保護嘛 那我們龍樹大概三四十歲就很容易達到八十公分 可是印度紫檀它長得很慢 它的樹徑長得很慢 所以像這麼粗的樹幹其實在印度紫檀市場都非常非常的難得 等於雖然相對來講比較珍貴的 那現在就可能是說他們就要把這拆掉 把這移進來之後再蓋新的樹上去這樣子 對再種新的樹 所以他們對於樹完完全全就是把它當作像一個盆栽可以移來移去 或是像一個標線就是可以用塗掉再重畫這樣 那經過市議會的協調呢 遠雄的同意就是以平工四天 那要針對這些老樹是不是可以原地保留進行平估 以及要邀請我們民間團體的這些專家學者 一起來開會研究 我們是不是可以就路形變更 來停止讓這些老樹原地保留 但是在今天的早上 遠雄就已經派工人過來 準備包這些樹木 然後說今天就會把這些樹全部都挖走 我們要求台北市政府 應該依照當天協議的程序 開始進行這些路形變更 以及這些老樹原地保留的評估作業 那台北市文化局 也應該針對這些老樹進行設保護樹木的認定 那我們從在23號、24號、25號 三天都是夜間施工 那在夜間施工的時候 沒有夜間施工許可 然後只有所謂企圖的證明 有所謂的路權的證明 路權跟企圖都不能移植入樹 所以在這麼強烈的違法的亂行之下 甚至於坐任在半夜的時候把樹亂扯 扯到變成剩下一個樹頭 然後警察報案了之後 也做令這些現行辦離開 我住在這裡從民國52年到現在 那麼10天前一夕之天早上走過來發現 反而整個心都要睡掉 所有的樹都不見了 我只能說我很難過 而且我也很憤怒 所以我就開始站出來了 那我是本來很踏實的人 但是我現在我想我忍住了 我可以比出來 那麼3號的軟滾基礎的木棉道 馬紮俊的歌就是因這個靈感而寫的 木棉道就是因為這條木棉道而寫的歌 他就這樣子把我們心中互相的記憶 把我們最美麗的城市就這樣子都很壞 如果你真的是想要砍樹的話 那你就不要去編移植樹木的預算 這個是不對的 台北市是全台灣最熱的城市 在夏天裡面 它的溫度是非常非常的高 去年是創下了117年來 我們有氣象局氣象站以來 觀測到最熱的城市 在都市熱島化的效應底下 它不去好好的種樹 不好好的珍惜綠色的資源 它只是想要把我們的樹給砍走 我在這裡要幾個豆腾熊 你幾百億幾千億 偷偷都給你賺走了 你朝地平我們都忍耐你 你又做什麼工程 你拿走了銀行 兩百塊億的錢要去BOT這裡 你的錢這邊蓋這個BOT 完全也不是你出錢 如果你賠錢的話 最好買單的人還是我們 我們今天他媽的只是叫你留下幾棵樹給我們 這棵樹又不是你做 這個馬路也不是你家的 今天憑什麼你這麼大膽 三斤半夜派工人來打我們的人 那當我第一天在這邊肉身抱樹的時候 我很單純的覺得只要我手在這邊抱著這些樹 這些怪手這些機具就不敢傷害我 我就能把樹保護起來 我在這邊我看到我們的人在Kids上被工人硬扯下來 我們的人躺在地上 但是這些電鑽這些怪手還是質疑要動工 我看到這裡的工人追著我們的人跑 我們這幾天非常多的夥伴 在戶數的過程裡面被工人施暴 那目前我們也已經有委託律師幫忙進行相關資料的整理 我們準備針對這個暴行提出相關的告訴 包括遠雄集團的趙老闆 他們叫做他們的這些工人來傷害我們的人民 我們也會針對這個部分去提起相關照片 另外漢江剛